那么从实践方面看呢 它说自由和必然的关系 是指自由意志在历史必然性链条中的地位和作用 什么叫这个实践方面 讲的是自由和必然的自由意志在历史必然性链条当中的这样一个作用 这样一个作用 它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它说这个也就是说 如何把这个自由转化为能得意志的力量 也就是能得意志的这样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呢 它说如何把能得这样一个意志 恰当地运用到历史必然性的这样一个链条当中 它说比方说这个历史的发展 历史的发展它是一个过程 在这个事变过程当中呢 一个历史的趋势啊 它已经预定了 已经预定了 那么从这个 它说从一个因素啊 到另外一个 从S到T 它说这个事变呢 是必然会发生的 那么在这个遇见趋势的时候 但是你要一个人去发动它 就是说一个杰出人物去发动它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个杰出人物呢 它的作用啊就很大了 就很大了 如果说这个A 这个作为杰出人物的这个A 刚好和这个历史的趋势相吻合了 相吻合了 那么这个革命就发动起来了 革命就发动起来 所以就能够啊 推进这个社会历史的发展 如果要是你历史事变已经发生了 但是呢 你却没有一个个人的意志 就是没有一个接触人物出现 那么这个事件 也许它就不会发生 这个时机就过去了 时机就过去了 或者说 这个在这个A 它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但是这个能力的人呢 就是说他 他没有发挥作用 或者在这个 由于什么原因 他没有在这个历史舞台上 取代它的是一个B 取代它是B 就是说如果这个B和它的能力一样 那么它也发挥这个 就是说可以发挥一样的作用 如果这个B的作用比它小 或者有另外一个 就是说有这个 或者比它更大 或者比它更小 或者性格上有什么 那么它也会给事变呢 带来不同的这样一个面貌 不同的面貌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他说 就是在这个 这个历史的这样一个 B栏念条上 就是在这个B栏事件 发生的念条上 那么这个个人呢 它是会起作用的 它是会起作用的 这就是讲的这样一个 能动性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第二个呢 他分析了这个历史的 必然性和偶然性 普列哈罗夫把历史的 必然性和这个自由意志呢 就放到人类历史事件 发生的这个原因当中去考察 就提出了历史的必然性 和偶然性及其关系的 这样一个问题 他所说的这个历史必然性呢 也就是指的历史规律 历史规律 那么历史规律呢 他认为有两种 就是分析历史规律啊 他说有两种 一种是由生产力的发展 所决定的人类历史运动 那么这也就是 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 终极的和最一般的原因 也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决定上建筑的 这样一个经济运动 就是适合于任何民族的 这样一个运动 那么这一个呢 他说这是一类 那么还有一种呢 是某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 耐以进行的历史环境 也就是说呢 就是说这是人类运动的 一个特殊原因 一个特殊原因 就是说它是包含着 你的这个民族的 这样一个历史环境 那么这个民族的环境 本身呢 又是由这个 其他民族的生产力发展 及同一个原因造成的 所以这样 这样有一个什么 在这个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当中啊 有一个历史环境的问题 那么这呢 就是人类历史运动当中的 一个特殊原因 他说这两个原因 构成了历史的必然性 也就是说历史的必然性里面呢 既包含一般原因 也包含特殊原因 那么除了一般原因 一般原因 特殊原因以外 他说这两个原因呢 都决定了历史事件的一般趋势 也决定了 杰出人物的出现和作用的大小 决定了历史的必然性 那也就是说历史的必然性呢 它是由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 所决定的 那么历史的偶然性是什么呢 历史的偶然性呢 是指的社会活动家的 个人特点及其其他的偶然作用 他说这就是历史运动的个别原因 历史运动的个别原因 他说有了这样一个个别原因呢 才会有历史的外貌 历史的外貌 那么这样呢 他就是说把这个社会的发展呢 他实际上就归结为啊 就通过三个因素 三个因素 一个是必然性 一个是偶然性 就是历史规律啊 这个发展 它的历史发展的因素 那么必然性里面呢 它一个有一个一般原因 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 生产关系 那么第二个呢 是特殊原因 这是这个民族发展 就是每一个民族发展的历史环境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偶然性呢 它是由什么 就是社会的个人和一些其他的因素啊 所决定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在这儿有一个划分 也就是说历史的偶然性 历史的偶然性呢 它指的是社会活动家的个人特点 和其他的偶然作用 它是讲的个人特点问题 所以这个呢 它就叫个别原因 它说这个历史啊 是因为偶然性而具有这个 而呈现出一个历史的这样一个外貌 历史的外貌 在这个历史的发展的避难性 和偶然性的关系上呢 普雷安诺夫并不否认个人 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他认为在历史发展的一定条件下 个人的性格才感爱好 也会对历史发生影响 甚至能够影响社会的命运 但是无论如何 个人的作用都只是偶然的 只能造成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 而不能改变它的一般趋势 他说在这个历史发展当中呢 这两个原因 就是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啊 它是占了支配地位 是主导历史发展的避难性 而个别原因呢 它是在重俗地位 就是说被一般的这样一个原因啊 一般和特殊原因所决定的 那么这个它从三个方面来认证了 这样一个观点 就在这两个方面呢 这一个呢是起主导地位的 这一个呢是从俗地位 他说这样一个 在这两个当中啊 在这两个当中啊 他从三个方面来认证了 他说这个第一个呢 他强调 他说个人的性格的发生 及其对历史作用的大小 都是依据当时的社会组织 以及当时社会力量对比来决定的 个人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 所容许的那个地方 时候和程度内 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 他以这个法国奇连战争的 这个时期为例 他就指出 他说法国的命运之所以 超在一个既没有能力 也没有什么热心去为 这个社会服务的 这个路易十五的手里 这个他说完全的 是由当时法国的 这样一个力量对比所决定的 力量对比决定的 他说这个 这个当时路易十五的 这个宠妃 彭博杜尔这个夫人 能够对法国 其连战争决定的 也是由当时的 这个法国当时的社会组织决定的 他说正是由于这个社会组织 要求的要求决定了某些 贤民的人和雍儒分子呢 在这个时候起作用 在这个时候起作用 因而就表现出对社会发生影响 也就是说你这个社会组织 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什么样的人呢 就在这个舞台上 在这个舞台上 这是历史的一种选择 其次呢 他分析了 这个偶然性呢 他说是一个相对的原因 你好像看到这个 彭博杜尔夫人呢 他的起作用 好像表现为偶然 但是他说这一个 这一个偶然性呢 他本身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呢 就是一定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 一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 这个普雷安诺夫亚 以欧洲人 征服美洲人 齐联战争 对普鲁苏历史发生影响为例 说明任何偶然历史事件的发生 都是由一定时期 一定民族的经济状况决定的 一定民族的经济状况决定的 他是他说呢 他说欧洲人 征服墨西哥和秘鲁 对于墨西哥和秘鲁来说呢 是偶然现象 而对于这个欧洲来说呢 全是他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结果 全是他自身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所以他还是啊 由他的一般原因所决定的 那么最后呢 他说这个个人的性格 才干的历史作用 它是有限的 就是说他只能决定 历史事件的外貌 不能改变整个历史事件的进程 他说这就说明了 个人的历史作用呢 他是 就是说他这个作用啊 这个他认为是最为重要的方面 就是说这个历史选择的你这样一个人物 但是呢 实际上呢 你只能代表这样一个外貌 你改变不了他的整个趋势 你这个拿破仑理想 这个你发动战争 你的上台啊 是由巴国当时的这样一个状况 他需要有一个军事才能的人 所以你起作用了 但是呢 这个你并不能啊 改变这个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 你不能改变那个历史发展的趋势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他就强调了 在这个历史的作用大小 就认证了 个人的起作用的这样一个范围 和他的这样一个作用的这样一个界限 以及起作用的这样一个方式 他是受历史必然性所决定的 最后呢 他分析了这个个人作用的条件 就是在认述了自由和历史必然性 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之后呢 普利亚诺夫还分析了个人作用的条件 揭示了英雄史官产生的认识根源 他认为啊 他说为了使一个拥有某种才能的人 运用他的这种才能 对世面发生影响 他认为他分析了一下 他说他需要有两个条件 首先第一个呢 他所具备的才能 应该比别人啊 更适合这个时代的需要 他举了这个拿破仑啊 和这个贝多芬的这样一个例子 他说拿破仑呢 这个之所以他能够上台啊 在那个时候能上台 就是说是因为啊 他具有了军事才干 具有军事才干 那么这个拿破仑所具备的 就是说这个贝多芬的这个音乐才干呢 虽然他有这个音乐才能 但是那个时代不需要 需要的不是音乐家 而是军事家 所以呢 当时上台了 这个贝多芬就不能做皇帝 而这个拿破仑呢 就可以做皇帝 做皇帝 就是这个历史啊 选择需要什么样才干的人 担任这个 这个接触人物啊 在这个历史舞台上起作用 那么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 他取了一个历史 他说还有一个 他说比方说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当时需要的是什么 是艺术家 所以当时这个文艺复兴产生的呢 都是一些这个艺术家啊 成为了这样一个 这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 他需要的当时还不是军事家 所以这艺术家呢 就是比军事家了 在这个时候更能产 更能发挥他的这样一个才能 显示出他的这样一个历史作用来 历史作用来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说当时的这个社会制度啊 不应阻碍具备有恰当的 就是恰合当时需要 并于当时有益于特性的那个人物 施展才能的这样一个能力 就是对事变 那么在普列哈诺夫认为了 他说这两个条件 既是个人发挥历史作用的历史舞台 又是个人发挥历史作用的限制 他说一旦历史对才能的 有才能的个人的需要得到满足 他就会组织其他有才能的 能发挥历史作用 他说为什么这个 他说这样啊 他说为什么这个 既然这个整个个人的作用 它是受到历史事变的影响的 就是他是受到整个历史必然性所决定的 为什么人们会有 会产生一种英雄史官来 为什么会产生英雄史官来 他说这一个啊 就有一个什么呢 他说这个 这个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 对农屋选择的一个要求来 你比方说对领袖农屋的选择 他当皇帝只能是一个 只能是一个 就是你这个社会结构当中啊 只需要一个人 一旦你这个历史得到了这样一个人 在这个舞台上有的这个人 他就阻碍了其他的人发挥作用 发挥作用 而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发挥作用的时候 其他的人是没有走上历史 所以你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作用 那么这样一个人作用呢 满足了以后 他就给人造成一个 如果他发挥了作用的话 那么就给人一个印象 就是说这个人啊 他的力量是独一无二的 只有他才能使历史发生 发挥这样一个影响 如果要是没有他的话 历史就不会发生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他就造成了这样一个挫脚 就把历史创造的原因 全部归结为杰出的这样一个个人 所以他就这个分析了 这个以拿破仑这个为例 他说拿破仑的当时啊 这个由于他的军事才干 然后当做上了这样一个 当上了皇帝以后 他就排除了所有的将军 能够担负起这样一个使命的 这样一个机会 就是说虽然这个将军当中 有些人可能会像他这样 或者说 这个或者差不多像他这样 能执行使命 所以他说社会 一旦需要一个坚异的军事家 来承担这样一个满足 这个需要一旦满足以后 那么他就堵住了其他的 这个有才干的军人 成为军事组织者的这样一个途径 所以这样一种这个组织力量呢 就妨碍了其他人的才干的 这样一个发挥 这样一个发挥 所以他说人们就把这个拿破仑的力量 就会把它夸大 觉得这个历史啊 就是拿破仑一个人创造的 然后所有的 所有人的功劳呢 都归到这个拿破仑的这样一个身上 所以这样呢就是这个发生了一个错觉 他说这是在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就是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啊 他们只是在这个社会结构当中 只需要一个杰出的个人 只需要一个杰出的个人 皇帝只能是有一个 那么你是军事家 你的这个指挥员 你也只能是一个 所以他就组织了其他的人 他是这种领域里面呢 最容易产生一种幻觉 产生一种幻觉 这种幻觉呢就是就是这个觉得啊 这个杰出人物呢 就只能是一个 他说和这样一个 除了这个分析个人领域的 这样一个政治领域和 这个军事领域以外 他说和这个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不同呢 就是在人的智慧领域 比方说文学 艺术 科学 这样一些领域里面 他的这个杰出人物啊 是和这个政治军事是不一样的 政治和军事的人物呢 只要你有一个 只要你有一个在台上 就堵住了其他的人 但是呢在文学和艺术 这样的智慧领域呢 他是追逐智慧的 就是说你这个 你的成就 一般的来说 后面的这个前面的人啊 要堵住你的成就是很困难的 他是追逐于智慧 谁发明了 发现了这个体系 那么谁就会占据 这个智慧的这样一个地位 而你前面的人呢 他是组织不了的 组织不了的 所以他的这个 这个文学 艺术 包括这个哲学 很多这样一些领域啊 这个智慧的领域啊 他是以追逐这个 人类智慧的这样一个发现 而不是这个 你只要这个组织 只要有一个人就堵住着 他说就是这样一种领域啊 就说在这个领域呢 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成功 而妨碍这个另外一个人的成功 就说你这个学术 我只要是发现了 他们会追逐你 他说即使是这样 那么有时候啊 也会发 只能产生一种错觉 好像这个历史啊 就是这一个人发现的 就是这一个人发现的 就是在这样的领域里面 因为这个其他人可能说 你看到的是什么的 给别人看到 你看就是他发现的 所以这样这个东西 只能是他发现 只能是他发现 所以他说也会产生于 这样一种错觉 这样一种错觉 所以他就认为啊 他说这个通过对这个 个人作用的这样一个分析 通过对个人作用的分析啊 他就说明了什么 这个实际上是从什么 人的认识认的根源上呢 来揭示了这个英雄史观啊 他的这样一个 从认识认根源上 揭示了这个英雄史观啊 他产生的这样一个根源性 他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啊 也就是说 他通过了对个人起作用的 这样一个不同方式的分析 在政治里面 在军事里面 是一种起作用的方式 那么在智慧领域啊 他又是一种起作用的方式 但是呢 他说 给人们造成幻觉的最重大的是 军事和政治领域 因为他在社会起作用 政治事变当中啊 他只有一个人 其他人他上不来了 其他人没有办法来 施展自己的才干 但是他说在智慧领域呢 人们是根据你的发现啊 你是很难得读住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也会认为啊 这个领域就是他发现的 比方说贝多芬 那么就是他也就是一个杰出人物 所以他会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 普雷亚诺夫通过这样一个说明呢 也强调了这个个人作用啊 对历史必然性的一个 依赖性和重复性 所以这呢 就是他对这个个人在历史上 起作用的这样一个分析啊 通过这样一些分析啊 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 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以及个人起作用的方式问题呢 来揭示了这样一个个人作用 说明了这个个人在历史上的 这样一个作用问题 最后我们对这个普雷亚诺夫的 这个思想啊 做一个小节 首先呢 他强调这普雷亚诺夫的 这样一个哲学思想 和政治立场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首先呢 就是普雷亚诺夫的思想啊 它是一个变化的 是一个变化的 这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把握 就是他的这个 一般的来说呢 就是评价 就是说他的这个政治思想啊 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呢 是有的人认为呢 是不能够这个完全化等号的 比方他晚年走向的 这样一个社会沙文主义 以及穆斯维主义 这样一些道路 但是并不能妨碍 他的这个哲学思想的 这样一个创造性啊 不能不能就是说 磨杀他的这样一个哲学思想 哲学思想 所以要把它这个 要做一个区分 但实际上呢 他的这样一个思想呢 也有相对的一个关联性啊 也有一个相对的关联性 因为他对这个变成法的领域呢 这个领域呢 是按照列宁的说法呢 他是不重视的 是不重视的 是缺乏研究的 那么这是一个啊 就是说他跟列宁比起来呢 他的这个 就是说列宁呢 比他更看重现实 而他呢 更强调这个理论本身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普雷安诺夫哲学的 一个特点呢 他和当时的这个 人类学地理学之间呢 这个就是借鉴了 当时的这个 人类学地理学的 这样一个成果 所以这一个呢 对他的普雷安诺夫的 这个维吾史观呢 他的这样一个特点呢 起了一个很重要的 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他有不同于其他 这个维吾史观的 这样一个特点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 就是普雷安诺夫和列宁 哲学之间的 这样一个继承关系 继承和革新的关系 那么这一点呢 实际上是揭示了 这个辩证维吾主义 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 发展趋势和特点 就是说这个 列宁呢 这个列宁和普雷安诺夫的 这样一个哲学关系 实际上呢 代表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的两个不同的时代 两个不同的时代 一个是俄国马克思主义 一个是苏联马克思主义 那么这就涉及到 俄国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